今天的訊息是進入神為我們預備的前路 神為我們每個人都預備前路 這個訊息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會擔心前路 譬如自己的經濟 自己的健康 我生命是將來怎樣 也有些人會擔心婚姻 擔心子女 前面的路很多時候人都會擔心 但是神告訴我們神是有奇妙計劃 只要我們信靠 親近 遵從 侍奉祂 一起說信靠 親近 遵從 侍奉 或者我加多中間可以加上愛 一起說信靠 親近 愛 遵從 侍奉 就是信靠神的恩典 所以神的恩典一定會臨到我身上 所以神的恩典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上班 有時討論老闆不是一定可以的 有時是可以的 但有些老闆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總是看著那些事情 即是說你做很多好的事情 但他可能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神呢 你就說我做得不好的事情 求你赦臉 我真的願意見上我最好的給你 無論我們做多小的事情 就是說神啊 我多謝你我愛你 神都歡喜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時時能夠 知道行神的路是最好的 好了 首先呢 就是說有很多人 都很想追求世上的夢想 即是很想能夠發達 能夠有他想追求的對象 能夠一切都亨通順利 那他就覺得呢 夢想不到手絕不放手 即是他總是很想很想得到 當他得不到的時候 他就很不開心 我都見過有很多人 譬如有些姐妹很想結婚 但他總是神沒有預備的時候 他就很煩惱很不開心 甚至有些就懷疑神 其實我們可以學習就是 但是就算是單身 我們都享受單身的生活 其實無論是單身 或者是結婚的時候 都可以享受的 因為他時時有這個夢想 被這個夢想控制 變成他自己就得不到快樂 我曾經認識一個人 在他未結婚的時候 我已經認識他 那時候他很多時候都很不開心 他時時都會負面 也都覺得自己沒有結婚 後來他真的結婚 不過結婚他又不開心 他有很多不開心的地方 而到後來他的丈夫 也都是中風離世 他離世又不開心 所以他未結婚又不開心 結婚又不開心 丈夫離世又不開心 即是說無論他有什麼狀況 都可以不開心 其實當人說到那件事發生 當我結婚 或者當我有錢 當我的工作好的時候 我就會開心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就不是說人得到某件事就會開心 而是人真正的開心 就是當我們有神的時候開心 如果只是追求世上的夢想 會很多時候失望 而很想鼓勵大家 就是我們的生命 可以很大很大發揮 好了 人追求什麼夢想 我想大家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夢想 即是人自然 即是自然 錢 雖然基督徒說 我都不是追求錢 但是呢 心裡面總是會有這些意念 有錢總是好一點的 第二個就是 即是popular 這個當然了 那些明星那些 那些fans 哇 蜂擁 那人總是好想 去到哪個地方都有人歡迎他 有人喜歡他 如果你好想 我告訴你 你養一隻狗 狗是最好的 真是的 狗是一定歡迎你的 你每一次見到牠 一定歡迎你的 但人呢 就不是經常都歡迎我們 即是人未必是 時時都是這麼 歡理化 但狗是真是好 真是神做給人 一個最好的禮物 最好的朋友 那人都很想成功 即是去到這裏 又想去到這裏 即是有不同的成功 或者是羅曼 羅曼泰克 Romance 又找到一個心上人 這是一個夢想 當然是可以有的 即是可以有美好的婚姻 如果是神為你預備 但勉強的時候 事實上有 如果你跟一些 結婚的人說 他會告訴你 其實婚姻真的 是很多困難 可以很多困難 但你真是處理婚姻 你真是刻意 建立一個婚姻好的時候 你的婚姻可以很快樂 我跟我太太 經常都很快樂 但事實上我四圍去 我發覺 不是很多婚姻都是這樣的 不是很多婚姻都是經常快樂的 是因為他不是經常想著我對你做什麼 而是經常想著你對我做什麼 當對方沒有做的時候 就會失望 即是人不想追求 就是享受 有度假 就覺得 總之 總之 都是想得到享受 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就是夢想 這些 其實 這些又不是一定是錯 但如果你把這些 放為你人生的目的 肯定 就一定 第一會失望 第二 目標就放錯了 而世界 因為沒有保證 是沒有保證的 所以 就算很有錢的人 曾經很有錢的人 可以變成債務前身 還有 下面就是婚姻 他想婚姻好 但是婚姻可以好得傷心 夢想好像氣球一樣 可以飛去 成功失敗 好像一線之差 可能有時候 是成功 但是有時候好像很容易失敗 或者疾病 我們都很容易 很容易有病 人氣上 是沒有擔保的 即是 當大家 開始年紀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 當我們開始年紀大 雖然我 經常都不會覺得自己年紀大 如果有人說 伯伯 我真的覺得 好像不太舒服 所以你不要叫我伯伯 但是我已經是超過伯伯的年齡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 我喝東西 或者吃東西 快 或者不小心 是很容易受傷的 我年輕的時候很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留意這件事 當我年紀大 不知道為什麼是容易受傷 一受傷 真的很辛苦 那些水 或者什麼 掠了喉嚨 跟年輕的時候很不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多少個發現這件事 即是 年紀大了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好像我 但總之 你比以前更容易受傷的 有多少個試過這件事 有多少個試過這件事 因為是我 就是我 有多少個試過 你覺得好像比以前更容易受傷的 有誰 沒有 OK 那是好的 非常好 而且 發覺很容易拉出筋 以前 好像做什麼動作都沒有問題 但是 有時候好像 就算拿著碟 如果它重 單手拿 有時候都會做到手指工 有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些 手指 可以一痛一痛幾個月 原來人的筋可以 真是這麼脆弱的 所以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保證的 如果我們想在世界上得到 但是神是有保證的 第一 就是我們 第一大點就是 人對於前往是沒有把握的 我們根本不知道的 譬如 畢業 可能是失業 這裡 他們在這裡 失業救濟 有兩個博士 走去排隊 或者不是博士 或者是 因為大學 學士都是這樣戴這些 四方帽 或者做了工 是不是一定開心 又不是一定 可能很多不開心 家庭 是不是一定 一定是順利 也不是一定的 還有 真的沒有把握 就是 大家都知道 這個 拉斯維加斯 那裡 忽然間會有人開槍 就殺死很多人 這個世界上 根本是沒有穩妥的地方 而因為人的罪 是很多很多各種問題 大家新聞都可能聽過 這個大國咀 這個年輕人將父母 枝解 這個案件 還有 生產 婚姻破裂 就是因為錢的緣故 而婚姻破裂 或者人 因為情緒而致殘 在我來說 我都很難以想像 為什麼都戒自己呢 是痛的 為什麼 但是他們會覺得 好像舒服一些 因為他們的痛更大 就是他們找不到方法 就會戒自己 就會舒服一些 但是我真的覺得 真的很難以想像 而且不是戒完一次 我想像 我相信大家都試過 有時候戒傷 戒傷了很不舒服 因為人 洗臉 做什麼事情 都要遷就那個傷口 你戒那次 已經要遷就 以後還要繼續戒 我真的覺得很難以想像 就是因為人的情緒 傷害到那個程度 不開心的程度 真的可以做一些自殘的行為 而事實上 我們發覺 是真的越來越多人 有這個情緒的問題 或者愛情騙錢 網上有很多這個情況 其實 但是那些人被騙那些 通常被人勸 又不說服 又不相信 直到後來那些錢 越失越大 我也認識一些親身的經歷 真是離譜的 真是很明顯 為什麼會繼續拿錢 拿錢 拿錢 他還期望對方有愛情 他有什麼地方看到對方的愛情 真的沒有什麼 是除了他的口說 口說 愛他 但是行動上並不是愛他的 那就是貪心 大家都聽過這個新聞 貪心 就要坐牢了 我相信他很後悔 真的很後悔 真是一個很大的 真是一個很大的 真是一個 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不同的人 是很高位的 但結果因為貪心的原告 而真是受很大的羞辱 而就算全道人 和基督徒都會犯非禮案 那就是說 這個世界因為人的罪 實際上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們就說 神啊 如果看人 希望 期望在人的身上 我們的確是會好而失望 所以我們的期望在神那裏 不在人那裏 好了 而基督徒都可以不可靠的 馬太二十四章十二字一起讀 子恩不法的事真多 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難淡 聖經說 耶穌說了 因為不法的事 這個不法 就不一定說到犯法那種 因為這個字 翻譯好像是這樣的意思 但其實呢 在聖經的意思 就是說 沒有跟從神的律法 就是不法 沒有跟從神的律法 就是犯罪的時候 很多人的愛心 就越來越多 又貼撒利家後書二章三節一起讀 因為那日子 以前 哪有離道反教的事 並有那一大罪人 就是沉淪之子 就是將來會有很多人來到反教 如果有一天 你發現 有很多你認識的基督徒 都離開基督教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很驚訝 當然我們會驚訝 但我意思是 不要繼續 還是很打沉 他都離開神 神是否真的呢 我希望大家不會這樣想 甚至有見到牧師傳道離開神 的時候 你不要 他都離開 我都要離開 因為有人離開 聖經已經說了 我們自己堅持神是最好的 經濟也是不穩定 我現在所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期望在世界 是會失望 我們期望在世界 得到任何一件事 我們都會失望 但我不是說 我們不去努力 我們應該去努力的 我們做什麼都應該努力 但如果期望在世界上 的而是會失望 經濟不穩定 大家都聽過金融海嘯 但是很多人呢 很多錢 很多股票 可以放一聲 可以變成負資產 也可以的 人都可以 經濟可以很大的問題 譬如這個股市大中間那裏 股市大大下 你看我升得多高 下面是泡沫 你快點上來吧 是不是可靠呢 真是不知道的 在最左邊那裏 就是 有三個人在裏 一個中間有政績 啊我政績幾好幾好幾好 於是樓市就漲了 於是股市又漲 就是人就看這些 這樣的時候 這個漲是泡沫的時候 也都可以有一天 是會爆破的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 都是由人的貪心 所以帶來很多的問題 還有政治的不穩定 就是全世界 恐怖分子 戰爭 那些暴動 就是現在四圍都有很多的暴動 還有呢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哪一個人 用這個核子彈 一用的時候 全世界的影響 就算不炸到那裏 那些放射性的質素 全世界都會飛的 就是其實 一開始 第一個核子彈一爆的時候 又會報復 報復回的時候 的後果實際上 很難以想像 所以求主 給這個世界有平安 讓我們呼音傳到全世界 而聖經有講到 有經文 是有講到 是 似乎 是可以說 是這個核子的 核子的武器 在舊的聖經有講到一遍 當那些人在攻擊神的時候 他站在那裡的時候 都未曾跌落地下 他們的身體就乾了 即是 即是 就直接沒有了 化了 而另外呢 就有講到 有燒雀的大聲 這個啟舌錄 就降下來的時候 水全部變為有毒 這些都是可以是 核子彈帶來的頭果 還有戰爭和擾亂是不斷加增 我說這些就是 讓我們大家知道 其實這個世界是會過去的 一切都會過去的 盧家福音有一章九節 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 不要驚惶 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 此事末期不能立時就到 這個世界一定有打仗和擾亂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擾亂 是比任何時間更多的 即是你看新聞都有點擾亂的 以前是很久一次的 我還記得那時候 是六幾年代那時候 天星小倫加價 斗嶺 我不知道大家那時候 應該出生了 是不是 出生了 有沒有聽過 天星小倫 那時候加價 第一次加價 立刻又暴動 就抗疫 那時候是第一次 但是之後 現在是越來越多的 人是不可靠 因為 我們人總是覺得 希望靠人 有些穩陣的地方 但是聖經講到 在末後日子怎麼樣呢 我們就讀 由第二節那裡讀 在末後的時候 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一些危險的事 就是 因為那時人要尊顧自己 貪愛錢財 自誇 狂傲 磅獨 違背父母 黃恩賦義 心不勝傑 無親情不解怨 好說殘言 不能自虐 聖情空暴 不愛良善 賣主賣友 任意枉為 自高自大 愛意樂 不愛神 其實這個世界 你發現很多這些人 尊顧自己 這是一個危險的日子 經常貪錢 其實因為錢 所以很多人做不同的事 都是對社會有破壞性的 譬如那些遊戲機 其實帶來很多的破壞 很多小朋友經常關注玩遊戲機 那些發明遊戲機的人 如果他有子女 他都會發現他的子女 是失控的 很多人都不能專心讀書 就是因為他為了有錢 所以他就去發明這些遊戲 貪慰錢財 就是忘恩賦義無親情 就是人可以沒有感情 不解怨就是怨恨不肯化解 會說毀謀人的說話 和性情恐怖 我們全世界都見到很多恐怖的活動 甚至小朋友 小朋友都教他 你殺了人 你就擔保上天堂 所以有很多人 小朋友就已經學習 亦都讓他 他覺得殺到的人是一種興奮 你看那個人 那個敵人 一打他就馬上死了 令到他有一種興奮 於是他就想他繼續這樣做 其實這個世界 真是人是不可靠 那你說 我們周圍那些是否這麼差呢 但其實我們發現 人都是貪錢 人是沒有親情 人是會為了利益 同時會鬥爭 家庭 差不多過家庭 都有吵架 都有煩惱 都有很多個問題 所以當我們期待人生上會失望 但是 當我們走神的路 神又保守我們 無論我們的婚姻 我們的家庭 我們接觸的人 我們盡量用愛心對人 我們就會更加容易得到真正的朋友 而神是不喜歡我們靠人的 真言三章五節 你要專心仰賴耶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不要靠自己的聰明 耶利米書十七章五節 耶華如此說 倚靠人血肉的綁秘 心中利氣耶華的 那人有和了 即是靠人血肉的綁秘 靠人的力量的時候 而不看重神 倚靠神是有和的 神是不喜歡的 神是不喜歡的 但是神呢 一方面就說 人是不能夠給我們安全的 這個世界給不到 經濟給不到 這個世界是給不到的 其實到了有一天 就算我們存了錢 將來用不到 因為在啟示錄十三章 那裡說什麼呢 這個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人就要受一個印記 如果沒有這個印記 就不能夠買 不能夠賣 那什麼意思呢 你想買東西吃 有錢都不能買到 是全部要用這個印記 有些人就說 這個就是 這個microchip 就是這個微型的晶片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不過就不是一定 微型晶片 就是這個敵基督的記號 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我們小心 到有一天 他說 你們要受這個微型晶片 那你才可以做買賣的時候 我們就會拒絕了 因為這個 如果說到要做買賣 其實我們現在有錢都可以做買賣 不需要做一個微型晶片 但是呢 將來當這個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他就叫人 你要拜他 以及要受這個印記 即是我們的印記 其實不一定是那個微型晶片 可以是第二個方式 總之你拜這個獸 就有一個印記在身上 你才可以做買賣 你才可以買東西吃 你才可以坐車 才可以買水 才可以賣東西 即是做生意 即是任何買賣都需要受這個印記 那時候有很多人就說 哇 那就很害怕 但我們知道神是掌握一切 神是掌握一切的 凡是神的選民 神想選選的 那你說 我是不是神的選民 你一直堅持到底信靠耶穌 你就是神的選民 如果有人說 我信過耶穌 不一定是神的選民 因為有人會離開神的 但你一直信靠到底 你就是神的選民 神一直保守你到底 希望大家知道神的路是最穩托的 有一天 就算有錢 都沒有東西吃完 但其實最差最差是甚麼呢 最差最差就是死 有些人說 不是最差不是死 最差是折磨 但你說 我生命在神的手中 神會保守 我預了 就算我要受迫伯的時候 神都紀念 神會上誌 神會加力量 現在聖經說了 你受迫伯的時候 聖經會教你說甚麼說話 所以在那時候 聖經會跟你說話 你那時候 神啊 我現在在困難的時候 你教我怎麼做 現在到了時候 你受了苦 受救了 耶穌說接我去天堂 你已經做了見證 神啊 你接我去天堂 神可以預先接你 不一定要打到死的時候才接你 可以預先 有些人聽到 可能會害怕 但我就說 這個都是我們要預備好的 就不要 有個心就說 我就是追求世上的平 就是享受啊 世上的一切 其實這些都會過去 而且 有一件事就是這樣的 如果用人的方法 後果可以一世都受苦 當一個人是用人的方法 他得到不是合乎神的 心意的配偶的時候 他可以一世都受苦 他比沒有結婚還慘 當你沒有結婚 當你沒有結婚就一樣好 是自由的嘛 你想去哪裏是哪裏 你想去試過就行 你想去輕鬆就行 但是當你結婚 如果對方不是信耶穌的時候 很多很多行為就要受約束了 神的路是最穩妥和最美好的 詩篇139篇16節一起讀 我未承認你的體質 你的眼睛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上了 神下你的意念 發惡何等寶貴其素 何等眾多 我們看到神的一些屬性 就是 祂是掌握一切的 和祂認識所有人的 我們未承認的體質 在媽媽的肚子裡 在一顆細胞的時候 神已經認得你了 那顆細胞是小到人的眼 僅僅可以看到的 很小很小 當我們第一顆細胞的時候 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神已經認識我們 神已經 之前一直都愛我們 我們未承認的體質 神已經體現了 而神所定的日子 這顆細胞 神所定了日子 將來你會怎樣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已經寫在神的賊上了 所以我們就說 神已經一早看重我的 已經看重我的 我是很寶貴的 我們一起去宣告 神啊 我的生命很寶貴的 神啊 因為你的緣故 你看重我 我是很重要的 我不需要看低自己的 很多人會看低自己 或者覺得自己 哎呀 我不及人聰明啊 我不及人賺多錢啊 我不及人有 有結婚啊 其實這些一切 都是會過去的 其實這些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走神的路 你走神的路的時候 無論你走到哪裡 神都會祝福你 已經寫在插上了 而且神的意念是很寶貴 其數可能更多 是很多好的意念 神每天都給你好東西 每天都 神都想著 給你一些好東西 你一會兒接受 神啊好啊 我開始走這條路 那你以後的路就不同了 只要你真心行神的路 你以後的路不同 還有神的路 是遠超過人的路 人呢 其實在地上 鑽來鑽去 有點像幽隱 你是不知前道怎樣 前面的泥 咬穿又穿過去 看看前面怎樣 其實我們對於前路 是沒有把握 人可以發生的事 一瞬間 可以完全改變 一個意外 可以什麼都沒有了 一個 大家都聽過 有時候有些人 一下子一跌低 馬上有什麼事發生 或者是他忽然間 所有的錢都沒有了 但是有神 就是成為我們的保障 和擔保 其實我自己試過 兩次跌到地上 是跌了頭 是挺重要的 兩次都痛的 但是神都保守我 當然我不會 我要小心 我兩次都不是不小心的 是因為一些不知的原因 但是我知道 一件事 真是人是很無保障 有些人 很小事在地上 跌一跌 就已經離世 所以我們有的一切 真是可以很脆弱 我的眼睛 兩次差不多可以被人打中 可以瞎了 但是當我眼睛仍然看到東西 我就感謝神 當我的手指仍然可以 如果我彈琴彈結他 我感謝神 因為曾經試過 拉一個閘腳 一結結都痛了幾個月 我就感謝神 當時是沒有 大力一點 手指已經沒有了 我感謝神 這些一切 神的路是最好的 這個經文條是很好的 一起讀一下 以賽書五十五章九節 天怎样高於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於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於你的意 人的路是不肯定的 人的路 當然有些人說 那個人的路很好 他又賺錢 他又很多東西很順利 似乎是 但當你認識他 你會發覺他人生裡面 的確一樣 人人總有他的困難 你說他有困難 我也有困難 但有一個不同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把握 我知道走在神的路上 雖然我們都有困難 但我有把握 譬如我試過經濟很困難 但我有把握 神是會為我開路的 我知道我一生 永遠都是做不到事的 一定神有開路的 即我深信我走神的路 神一定開路的 所以呢 我有把握 雖然我曾經經歷過經濟困難 經歷過各樣的困難 我想去宣教 曾經不能夠去 但是神都為我開路 以至我今天可以自由地去 這是神的路 這條路 那條路多高啊 天怎樣高於地 那條路是很高很高的 人的路是沒有把握的 但是神的路是極高極高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走在這條路 你走在這條路嗎 這條路是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說 神我要走在這條最高的路 唯有神是掌管一切 祝福愛祂的人 即是 沒有人行掌管一切 有錢人是否掌管一切 李嘉誠是否掌管一切 暫時好像是 但有很多事情 其實 很多有錢人來世的時候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 我不是說李嘉誠有什麼發生 我一點我都不知道 求神祝福他 這個我深圓 神祝福他 讓他認識到耶穌基督 但就算多有錢人 多有權勢的人 他不是掌管一切 很多事情不在他掌管中 但是神掌管一切 那時候 我們有神掌管一切 我們是否更加不用怕 因為這個世界上很多人 就是他們想靠 譬如靠老闆 老闆是否掌管一切 不是的 老闆的店都可以倒 都可以有經濟問題 神掌管一切 和他充滿愛的 就是詩篇一百零三篇十一節 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向敬慰他的人 有時何等的大 即他的愛是極大極大的 是極大的恩典 所以我們很深信 他一定會祝福我們 以及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一起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以處 就是按他旨意地自的人 這裡我們又看到神的屬性 就是萬事在祂手中 那些人能不能說 萬事在我們手中 譬如我們有意外發生 那些時候有什麼 我們手中 不在我們手中 我們身體有健康 有問題的時候 當你發燒燒到興了 沒有力的時候 萬事在我們手中 不是的 我們能不能夠說 我今天 我都試過 要講道 但是喉嚨沙灑 我都試過這樣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掌管一切 但是神是一切都掌管 他甚至可以這樣說 萬事都能夠 叫我們效力 對我們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以處 神能夠在萬事中做功 以至 所有發生的事 無論是 人體上是順境或者逆境 順境 當你升級 做事順利 或者你不順利 或者你受傷 或者被人傷害 都好 神都可以用這些來祝福我們 這樣的時候 你就說不要緊 就算是傷害我 他不能我拿走神的福氣 我希望大家 將這些信念放在心裡 真是入心 我深信神真是掌管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受影響了 神會祝福尋求祂的人 師篇三十四篇十節 少壯獅子還在吃我 但尋求耶和的 什麼好處都不缺 什麼好處都不缺乏 神會給我們的 獅子呢 獅子很強壯 但其實獅子很難 為什麼呢 牠吃每一頓都要打仗才可以吃 其實那些鹿吃的更簡單 牠們是這樣吃 在地上就能吃 但獅子每一次吃都要打仗 但獅子打仗其實不容易 我們看上來獅子強壯 但獅子是很容易受傷 因為我看過動物片 我看過有時候獅子 牠們的爪受傷了 是很麻煩的 牠們可以過死的 那牠們一受傷 那獅群就拒絕牠 牠們就要去休息 休息完好回來 獅群 但是獅群的 牠們有一種天性 就是凡是受傷的動物 牠們會排斥離開牠的群體 我們那時候去非洲 我都曾經見過一隻獅群的武士 牠自己一邊走 獅子其實是好無霸 其實牠很辛苦 我想到我們吃飯 真的很簡單 開飯就可以了 煮菜開飯就可以了 不用去打仗回來才可以吃 先求神的國和牠們一起給我們 尋求神就會祝福 而藥室被牠的歌出賣 神也會祝福 牠百事順利 因為耶華與牠同在 牠親近神 創世紀39章2節 創世紀50章20節下 從前牠們的意思是要出賣牠 害牠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即是說人家對我們不好也好 萬事都互相下力 都是叫愛神人得益處的 神的安排勝過大災難 有些基督徒都很怕死一地 大災難怎麼辦呢 在啟世紀3章10節 這個經文 希望大家記得 是耶穌對非拉結非教會所說的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神就會保守我們 神可以保守 不過聖經也有說 有的而且確有人是被殺的 但是我們就說 神你的保守無論是甚麼 不用被殺 或者在受必拔的時候 我都能夠有平安喜樂 其實不要緊 這些一切其實都會過去的 還有頭髮都數過 因為我們給許多麻將還貴重 但是很多人不肯跟神的路 先看到神那麼好 為什麼不肯跟神的路呢 大家看看你有沒有這些成份 只覺得靠自己穩陣些 自己的錢包穩陣些 我做到的東西穩陣些 我靠神 我不知道神甚麼時候做事 那我靠自己穩陣些 但其實我們靠自己 是更加神起穴的時候 更加不穩陣的 雖然眼前看上來 你立刻做到的東西成功 好像是穩陣一些 但是神給你的 那件事反而是永遠走不掉的 是神會永遠祝福的 還有我們的心意 我們不肯放下 以為跟著神就清苦 有些人跟神是真的清苦的 但他清苦得來有喜樂有平安 也有些人不是一定的清苦 不是一定跟從神的 跟從神也可以有些人是很附足的 還有很多人不相信神的美善和大能 覺得神不會那麼好的 怎麼會那麼好的 有句說話 沒有那麼大隻甲 隨街跳 信耶穌甚麼都好的 跟耶穌甚麼都好的 會不會那麼好呢 總是覺得 沒有可能那麼容易的 這就是不相信神的美善 但我們知道神那麼好 我希望大家相信 還有被周圍影響 因為很多人都不是對神有信心 所以就受影響了 肉體軟弱 有心無力 很想說 不過走不出來 我們看看自己 到底我們哪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信靠神呢 很多時候人就好像 作個流水的詞 應該找這個神的活水的詞 在這裡我有些見證給大家 看一下 是很特別的 這個是我親自攝錄的見證 我也都放在上網的 你想看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這一個是一個 曾經在一個受迫白的狀況 仍然是傳導的一個女傳導 我也都曾經是和她一起 有合作過和她一起 她帶我去一些地方宣教 她曾經試過有一個人 啞了 啞了三年左右 她為祈禱開口 這個人一時一驚 忽然間就啞了 之後 那個人整個人變了 但是當她為她祈禱 是好回來的 還有她在受迫白的時候 她曾經在那間樓裡 她知道有人來追捕她 她就跪在地上去祈禱 神啊 保守我 接著那個 捉她的人就站在她前面 就站著看來看 剛剛那個人還在 為何去了哪裡 但她仍然站在地上 在腳下 她就看來看去 為何不見了她 然後就走了 第一次 第二次她就上去另一個地方 就在床下底 躲起來 但是那些人來的時候 又去搜 找一個跌筒 照床下底 照完都找不到她 神是很奇妙的 真是在受迫白的時候 神會為你做的事 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這個人呢 其實在網上 其實在網上 真的有很多好的見證 是可以鼓勵大家的 這個人呢 她是因為她信了耶穌 而她的宗教 是不容許她信耶穌的 她就被家人綁住她 不讓她吃東西 不讓她喝東西 二十天 她整個人軟到 真是沒有力了 然後有一天 她爸爸掐著她的喉嚨 就說 如果你否認耶穌 我就不殺你 如果不是 我就馬上殺你 她就拿著把刀 拿著把刀 要將她殺死 然後她就在那時候 她心裏面 就想到神的一念 然後她就呼叫耶穌 就是她呼叫耶穌 一呼叫耶穌 她說全身就好像能力 由頭到腳就湧過來 全個人充滿能力 當她一喊的時候 她爸爸就跌了在地上 因為她拿著刀 那刀就隔了自己 她家人就很害怕 馬上就帶了她去醫院 帶了她走 帶了她出去的時候 因為她把她鎖住 就忘記鎖門 然後她就走出去 所以她能夠有宗教自由 她離開了 這個人在網上是有 你想看的時候 可以給你看的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YouTube有一個好 就是她可以有字幕 不過通常來說 是英文字幕 其實如果你在香港讀過中學 你都可以看到英文字幕 那你看慣了 你慢慢聽就聽到 那你有英文字幕 那你也可以操練你的英文 那有很多的見證 是非常非常好的 她呼叫耶穌的時候 就有能力流過去身體 而另外一個醫生 這個是美國的醫生 Chancey Crandall 他寫這本書 Rising the Dead 那這個醫生 那這個醫生 就是一個心臟的醫生 那這個心臟醫生 那這個心臟醫生 他呢 在他的醫院 即是他是領導來的 但是他呢 神呢 就感動他 要為病人祈禱 其中一個 即是他們真是有真人若見證 這個Jeff Markin 就是心臟病發死了 40分鐘 他們就用急救的方法 用一些電擊他 40分鐘 都不醒醒 那然後呢 即是用那些電擊他 40分鐘 那然後呢 他呢 即是他一起在那個房裡 即是有另一個醫生做 那然後呢 他就走了 即是他已經放棄了 還有呢 他的手指已經變黑了 手指變黑 即是他已經死的程度 即是去到身體已經 那些細胞已經死了 即是已經去到的程度 回不了頭 現在就算救回來 都 即是變了 是癡癌的 即是他老不了正常的 但是他走出門口的時候 他聽到 神跟他說 你回去為他祈禱 那他回去後 他說 那護士就看著他 你做什麼 他就在那裡祈禱 然後呢 那個醫生又回來了 那醫生又說 你做什麼 他說 請求你 為他做多一次 這個電診 那人說 我們做了很久了 他說 你為我做一次 他真的為他做多一次 做一次 一做 他的心跳馬上跳回 那這幅呢 就是他跟他兩個女兒 他本來呢 因為他做很多生意 那些 他忽略他的家人 但當他 即是他救回來之後 他就整個人不同了 在網上都有些見證 真是很有鼓勵性 讓我們看到神的掌權 神的掌權 神的掌權是超越一切 但很多基督徒都經常覺得 不行的不行的 但如果能夠一個人死了40分鐘 都可以救回來的 神都可以在我們最困難的地方幫我們 我希望大家聽到這件證 心裡面有這個信心 那這個醫生做了做什麼呢 有一次有個病人 即是其中其他例子 又是說要遷就死的 他又祈禱 怎樣說 他又出院了 又痊癒 即是神就會做這些神奇的事 有一次他做手術 有個人痛得不得了 就是這樣叫 即是沒辦法做到手術 接著神跟他說 你叫他呼叫耶穌 他就呼叫耶穌 一呼叫耶穌 立即他人就平靜下來 這些都是神很奇妙的工作 神就是真的能夠叫人來這樣做 大家如果懂英文才可以看英文字 可以上去看 Sid Roth的It's Supernatural 是超自然 你這樣上網找 在YouTube找 It's Supernatural 你就找到 對不起 我寫錯了 不是有中文字幕 是有英文字幕 我不知道有沒有中文字幕 應該是沒有 我看的時候 他看得似乎是寫英文字幕的 這個It's Supernatural 另外有一個網 就叫Divine Revelations 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見證 有很多上天堂 落地獄 神跡歧視 各樣的東西 還有它有一個中文部分 有一個部分寫著是不同的 All Language All Language 你按那裡有中文的 它就會有很多中文的 即是寫了中文字幕在下面的 它們這裡的見證 我不能夠說它全部都一定是準確 但是呢 它們的確是那些人的見證 即是在神學上 有些地方 未必是完全準確的 但是這些作為參考 大家可以看 鼓勵大家的信心 希望大家都會 去用時間看這些 你就會信心加憎 好了 神掌管 到底是怎樣掌管呢 神是一切都掌管的 我們一起讀 掌管是什麼 學業 事業 前途 健康 人際關係 祭餘 事業成敗 戀愛 婚姻 家庭 是否享受生命 適奉生命的意義 這個意思是什麼 第一 學業 有些人說 哇 神會做這樣的事 真是有人作見證是這樣的 有一個又是Sid Roth裡面的見證 有一個人 他當他考試的時候 他經常會聽到 聽回那個老師講什麼的 他不是一次 是經常 所以他一直是A的 經常考試都是A的 他又會聽回那個老師講的 他學業一邊成功 當然神不是是時時用這個方法 不過這是過癮的見證 但是神的確是比我們可以 我們讀書更加好的 當我在讀神學的時候 是一間學校全部是英文的 我是唯一的中國人 當我考英文 以後要考人 就是考英文 看英文情況夠不夠的時候 那個秘書跟我說 考完之後他跟我說 他說 你知道你考英文是第一名 那些全部是本身講英文的人 但是我考英文是第一名 就是神可以給我們聰明智慧 讓我們凡事都順利 就是學東西是有記憶力的 就是你聽完的話 是會記得的 這個就是你的腦是聰明的時候 你什麼東西都容易記得的 你的事業前途 也都神為你預備 健康 神會保守 好像我66歲 但是神都給我有健康 有力量 就是這個 我們昨天去行山 我岳父都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他帶我十年 不過他走完回來 都是大腿 都是痛 有些緊 但是我呢 我回來呢 我就去打網球 打完網球 我今天都一點感覺都沒有 一些 就是沒有了感覺 一些緊 一些不舒服都沒有 就是沒有任何的不舒服 這個就是 神可以賜給人健康 賜給人力量 還有人際關係 有好的朋友 你的祭慾 我們控制不了 但是神為我們預備 你的祭慾可以很驚訝 其實我的祭慾是非常驚訝的 因為我見到很多人 我未認識他 他已經見到我 或者神跟他說話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 還有事情是否成敗 你是否能夠做得好 這真是在神的手中 你的戀愛 婚姻家庭 都是神的手中 是否能夠享受生命 是否很重要 就算你窮 你都可以享受生命 有些人有錢 都不能享受生命 但是你窮 你都可以享受生命 其實任何時間 有神的同在 你都可以享受生命 而且你的事奉 可以真的祝福很多人 有些人可能很忙事奉 但是他很難提升給別人 但是我們可以提升人的生命 而且生命有意義 所以你依靠神 你就凡事祝福 有些人說 你依靠神就是不做事 不是 其實我從早到晚都做事 我不停 我不懶 除非我休息 我就休息 我去走 我就走 但我在家裡 我一定是做事 我不會浪費我的時間 我盡我的本分 但是當我盡管的時候 我沒有把握 是神才有把握 神就會掌握一切 而且怎樣進入 這個很重要 怎樣進入 不是自動進入 不要以為你回教堂 一定進入 不是一定的 不是你一定祈禱 一定進入的 是一定全面性 將你的生命給耶穌 不要跟隨這個世界 因為世界的人追求錢 追求名利 或者世界的人 排斥你 不要緊要的 就是不死 但是我們善待他 對他好 這樣的時候 是可以改變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經常都是以神為樂 有神的力量 我走神的路 不計較人怎麼看我 這樣的時候 也要去測驗 叫我們能夠測驗 你也要開始測驗 當你獻上身體的時候 不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變化 你就可以測驗了 神要我做什麼 其實你眼前做得 你開始做 做了一天 神就為你開更高的路 當你幫到一個人 你幫一下幫一下 咦 這樣就幫到人的靈命 那你就會越幫越多人了 我希望大家看得到 當你能夠提升更多人的靈命 你的生命就有更大的意義 不要以為你不行 你跟旁邊都說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可以祝福很多人的 你可以的 有沒有一個人神說 這個人整定 什麼都做不到的 會不會的 不會的 神一定是個個都做得到的 所以這個 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入 好了 怎樣進入呢 一起讀一下 親近愛和遵從神 聆聽和信服神的帶領 放下自我的堅持 凡事用心學習操練 提升個人質素 盡一切對神對人的責任 有些人以為就是祈禱 就全部搞定了 不是的 祈禱是開始的 第一就是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這個是同神關係 一定是開始先的 然後呢 聆聽 有些人說 我聽不到 你就留意一下 你犯罪的時候 那個意念提升 你不要犯罪 那個意念就是神的聲音 當你親近神 尤其是 有些時候 很容易有神的聲音 是什麼呢 你聽敬拜詩歌 或者聽一些聖經 或者看聖經 你看聖經 就會有些意念出現 叫你如何遵從 或者聽詩歌 你會聽到 我的我的師 我有自賣耳 你會聽到 你心中想敬拜 神啊我敬拜 這個意念就是神給你的 即是當你想做任何神 即是你自己裡面 當你一聽到壽司歌 然後你就 神啊我要敬拜你 這個意念已經是神給你的 你就跟從這個意念 這個已經是神的大念 那無論神叫你做什麼 譬如說 幫一個人 或者你 振奮你來 你有力量的 這些都是神的意念 當你修慣 這個修慣 第一就是知罪的心 第二就是 當你敬拜 你會發現有些意念出的 譬如有些意念 你可以輕鬆些的 你可以放手的 你可以有力量的 神會用你的 這些意念出現 你就深信這個神給你的 你就根據那些意念下 你順復 你就會越收越多 由敬拜 或者看聖經 你看的時候 你一看到 你去思想 先求神的光同的意 這一切 給你 立即神說了 神會加給我 於是 當你真的走神的路的時候 神就將這些 給你 那你就說 好了我怎樣走呢 這都是神在這裏提醒我的 即是說 我們聽聖經 看聖經 敬拜 或者是去 傳呼呼吸都會 大家有沒有試過 傳呼呼吸都會 好像 你不是想一下 他講什麼 是一直說 一直說 這都是神一直帶領你的 所以 我們留意這些意念 當然也有些人 說不停 因為他 他的意念 猛地發出 是他自己的 有些人說話很明顯 他經常說他不好 經常說他慘 他經常說他很長篇 說他的問題 這就不是神的意念 是他個型的意念 但如果你有神的意念 他裡面會流出來的意念 你就留意 那時候 你又信服 神就會一直帶領你 還有我們個人 都有一些堅持點 我們總是有一些地方 阻礙我們 以前一句說話 我聽過 豬不豬 豬不知道自己 背脊髒 人是不知道自己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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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放下一些堅持 凡事用心學習和操練 你想給神勇 你一定什麼都要學 學了操練做得更加好 那你求神給你 神就會讓你聰明 智慧 覺得更加好 譬如我彈吉他和彈琴 我是在不同的階段 我就學到一些 然後我就開始 我自己教自己 我怎樣用這個節拍 放在彈琴或者彈吉他 然後我就嘗試去做 嘗試去做的時候 一直練練到熟為止 就是說很多時候 都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的教練 去幫我自己 這個都是我們需要 每個人都需要這樣 去幫自己操練 提升個人的質素 讓我們能夠更加聆聽人 關心人 被神使用 盡一切對神對人的責任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一步一步提升 跟從人的路是怎樣 是沒有把握 沒有保證的 神的路是怎樣 我們讀這邊 有把握 有保證的 人可以怎樣 擔心驚惶 而神是怎樣 讓我們平安喜樂的 人是容易失望的 失望容易受傷 但是我們怎樣 有盼望 被醫治的 人是容易辛苦和痛苦的 但是呢 我們有滿足的人生 人呢 是不能夠發揮 和會浪費他的生命 但是我們可以發揮 和被提升的 走神的路呢 你的生命 有一個會提升 越來越高的 尤其你越年輕的時候 你跟神是最好的 在我 我感謝神 從我小時候開始 神已經有很多方面去幫我的 就是 我小學的時候 神又看到我爸爸 吹口琴 然後我小時候 我幾歲 小學的時候 我就學吹口琴 這個就給我一個音樂底 在讀書的時候 我都是很用心去讀書 有些人說讀書好像沒什麼用 其實很有用的 很多東西 你學了一種學習的能力 是很有幫助的 到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又學彈結他 和唱歌 我當時在聖經大學的時候 到三十幾歲 我就彈琴了 其實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都學過 不過到三十幾歲的時候 真的用出來 之後又學打鼓 學過一樣的東西 都是神一路一路提升我 都希望大家都能夠 一路發揮我們的生命 你就能夠進入這麼高層次的生命 我想問問大家 你滿意你自己現在的生命 你覺得你的生命 是否去到神給你的路 或是你經常被人卡住 你在什麼卡住 在什麼地方 被什麼卡住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即是在神面前 阿神 求你幫我們 聖集我們的內心 我們每一個在這個時候 都在這個位置 聖集我們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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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再起床 因為我怕你們睡了覺 我會彈琴 我會彈琴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因為我們每一個都很特別 我們每一個都是神的寶貝 兒子和女兒 我們每一個都是非常寶貴 沒有人能夠取代 就算我們有很多缺合 不要緊的 就算我們有的缺合都不要緊 主耶穌,我們多謝祢 求祢幫助我們放下我們所有的困所 我們很多時候想用人的方法走我們路 但是神已經早有計劃 我們要走回神的路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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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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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帮助我们将一切忍受给祢 祢和阿松讲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帮助我们将一切忍受给祢 神啊,祢将一切忍受给祢 神啊,祢知道哪个真是爱祢 我们真是爱你不够,求主赦免 在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污蔑,求主赦免 在这个时候,如果神感动你 如何将你的心灵给耶稣,或者某些东西,如何承担 承担全的意思是在神面前降伏 有什么地方你要降伏? 你可以开大声地跟神说 可以开大声地跟神说 你愿意降伏在神面前 你愿意降伏在夜中 你愿意降伏在神面前降伏 走到你前面 你愿意降伏在神面前降伏 你愿意降伏在神面前降伏 对你的献上你都是喜悦的 让我们真心对神献上 神一定喜悦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